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做饭的话题。 在我开始分享之前,我有一个问题, 你们会经常自己在家做饭吗? 还是你们更喜欢在饭店里吃饭? 对于我来说,相对于在饭店里吃饭,或者是点外卖, 我更喜欢自己在家做饭,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加健康。 但是我认为在家做饭有一点不太好的, 是在做完饭之后,我还需要收拾碗筷, 还需要洗碗,以及收拾厨房,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麻烦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家的厨房里都有什么东西吧, 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这里就是我家的厨房门了。 打开门就可以进入厨房, 我家的厨房很小, 所以东西摆放非常的紧凑。 进入厨房之后, 左边是我家的冰箱。 在右边是用来切菜的台子, 所以在这个台子上我放了菜刀。 那在切菜的台子左边是用来做饭的炉灶。 上面是抽油烟机。 抽油烟机。 为了方便做饭, 我把调料盒放在了油灶的旁边。 调料盒里一般我喜欢放上盐和糖。 在炉灶上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两口锅。 左边是一个煮锅。 我平常喜欢用它来煮面条。 这个就是面条。 我平常喜欢用煮锅来煮面条。 右边是一个炒锅。 这个炒锅有一个锅盖。 锅盖。 我经常使用炒锅来炒各种各样的菜。 我平常吃饭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炒菜。 所以这个锅它的使用频率也很高。 灶台的左边是装调料的架子。 上面放了非常多的调料。 比如说有生抽、有酱油、 还有做饭经常用到的豆油和橄榄油。 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在做饭的时候拿取, 所以放在了灶台的旁边。 然后就是水池了。 平常洗碗的时候或者是清洗蔬菜的时候, 我都会在这里。 在水池上面, 我挂了一些菜板和炒菜会用到的工具。 比如说有勺子。 有勺子。 然后还有剪刀。 剪刀。 这些是其他的用来盛米饭的勺子。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些不同分类的菜板。 在厨房的左边, 我放了一些家电。 最上面的是微波炉。 下面分别是空气炸锅和电饭锅。 这些都是我日常会用到的电器。 还有一个豆浆鸡。 除此之外呢, 还有一个用来蒸菜的蒸锅。 我很喜欢这个蒸锅, 因为在日常的做饭使用中, 我经常会用到它。 在最左边, 我放了一个烧水壶。 在装修我家厨房的时候, 我在这个部分安装了很多插座。 插座。 这样电器就可以很方便地在这个区域使用。 然后就是在这个区域上方的热水器。 热水器也是每天都会使用到的家电。 最后一项也是我每天都会使用到的洗碗机。 那这些就是我家厨房里所有的东西了。 在我家厨房所有的东西里, 我最喜欢的是洗碗机。 因为在它的帮助下, 我每天可以更加快速和便捷地收拾厨房,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 那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要和你们分享的所有内容了。 如果你们也有很喜欢的厨房里的家电, 就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